名模蒋仪日前出席香港一个以环保为概念的时装秀 虽然香港已是寒冬 但是蒋仪还是穿上了由设计师 用二手衣服再创作的露鲜短裙已是支持 刚完成连续剧的拍摄 正在放假中的蒋仪 自曝自己出席与朋友一起跨年倒数 因为没想到有人会在除夕早睡 而弄出大量噪音 招来警察上门的糗事 其实有可能因为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住宅区的 结果还是有一些人会比较早睡 我不知道有些人31号晚上也会比较早睡 所以他们就可能有一点投诉 结果就有警察上来 可是警察叔叔都很好 就是没有说 也没有对我们怎么样 只是看一下身份证这样子 就是大家也会互道新年快乐 因为我觉得警察也很不容易 抗当的时候还不能发疯的 喝一喝酒啊这样子 所以他们也是很辛苦啦 如此少跟精的解释 亏蒋仪还说的是理所当然的 可能是因为和珠宝设计师男友 两个月没见面还过头了吧 而不知道是不是看到好友梁洛诗 和富商李泽凯的婚姻失败收场 和男友拍拖已经踏入第11年 34岁的蒋仪坦言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不过对于洋气十足的蒋仪来说 婚可以不结 但孩子还是可以照生的 对啊 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人 会介意这种事情了 尤其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 大家都一直都说 你们怎么还不结婚还不生小孩 对我们这样子的情侣来说 如果真的有baby是一件 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而且我男朋友常常说 他很想就是如果先有了baby 然后等到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可以做花童 他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那我觉得也可以满足一下他这个愿望 搜狐视频娱乐报报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